Argoplatanita也有介紹過 怎樣看Sone of Inhibition 越大代表什麼? 那個chemical的殺菌能力越高 在它四周的那些菌都生不到 因為被殺死 證明了想測試化合質的殺菌程度 或者抗菌程度是非常高 我們判斷Sone of Inhibition的大小 頭兩個technic介紹過 第三個technic還沒講 Phenol Coefficient 現在繼續 何謂Phenol Coefficient呢? 當你一看到Coefficient這個字 一個系數 Phenol的系數 數字 你一看Coefficient就猜到了 要計數 要做一些計算 怎樣計算呢? 看一看 其實這個方法 是用一個計算的方法 找出一個化合物質 它和Phenol之間的殺菌效能的比較 經過計算得出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的大小 決定了 就是那個系數 那個大小 就決定了那個殺菌劑 或者那個化合物質 那個殺菌效能 OK 所以叫做Phenol Coefficient 就故意將所有我們想測試的 殺菌的化合物 和Phenol去比較 OK Puring power of a disinfectant OK 所有 Compare with Phenol 可以嗎? 這個就是Phenol Coefficient 那這個測試的條件是怎樣呢? 在食物室 我們會將一些我們想測試的化合物質 和Phenol OK 那跟著呢 就 同時間 拿這兩隻 不同的化合物質 一隻是Phenol 一隻是我有興趣測試的化合物質 將它開不同的Dilution Flow OK 分別Dilute到幾個不同的濃度 OK 然後呢 就將這些不同濃度的Phenol 和那個受測試的化合物質 將它放下去和菌道一起種 一起培養 OK 好了 養多久呢? 10分鐘而已 OK 我們想測試那種化合物質 在10分鐘之內 那個殺菌效能 是這樣的 OK 這是它的standard來的 OK 每個接受測試的化合物質 要和Phenol比較 那個time frame的要求都是 我只計10分鐘以來 OK 好了 那 測試完之後呢 應該得出一些數據 就是 哪些 concentration會殺到菌 哪些不會 哪些殺不到菌 去到最後我就根據結果 我們就會計數 怎麼計數呢? 將那個受測試的化合物質 OK 在10分鐘之內 我們選擇最稀的那支 最稀的那支 最稀的那支殺到菌的 情況就好像什麼? 我們之前看MIC 開到最稀的那支 最低濃度 或者最低劑量 而又殺到菌 我們找那個 Dilution flow出來 它稀息了多少倍呢?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將那個Dilution flow Dilution factor 隨以什麼呢? 隨以Phenol的Dilution factor Phenol我們又找一次 OK 開起不同濃度 又是找最低濃度 就是最高稀息度 最高Dilution factor那支 殺到菌的 拿出來 take個比較 take個Ratheal 按計數機 這個Ratheal的數字 就是叫做Phenol Coefficient 行不行? 好 Defination和做法就是這樣 實際上怎麼執行呢? OK 這個表話給你聽 這個最佳的例子 舉個例子 我現在要test OK 一隻化合物質 它的名字叫做D Pointer置住 Disinfectant 括弧D OK 我將它開作不同的Dilution factor 開了幾支 然後就將這些不同稀息程度的 化合物質D 就拿去G-test tube那裏 落些菌 落些media 落些culture 跟它一起種 好像我們之前看 CheckMIC的情況那樣 OK 好了 D是這樣做 Phenol都是這樣做 因為它要跟Phenol比較 所以我們Phenol也做了set 不同的Dilution factor 你會看到 1比50 1比60 1比70 1比80 行不行? 好了 然後呢 就拿去培養了 培養完之後呢 就計個時間 剛剛的時間的要求 是計10分鐘的 OK 計10分鐘 你看到呢 我們錄了3個時間 分別是50和15分鐘 大家看到這個trend 數字上面 OK 結果是怎樣呢 0就代表什麼呢 沒有菌 就是那支media很清澈 OK 一些混軸都沒有 那就沒有菌 Positive的意思 有一個加好的意思 就是代表什麼呢 它混軸的 混軸的意思就是它生了菌 是不是? 好了 現在你看到 基本上這兩套的tube 無論D也好 Fenol也好 那個trend出來了 你會看到擺放的時間越來 因為擺放的時間越來 就越多tube 越多sample 是殺到菌的 OK 舉個例 頭5分鐘 只是最濃的那支 殺到菌而已 很合理的 因為它最濃的 Dilution flow最小 就是concentration最高 它開得最濃的 稀了幾支 殺不到菌 因為時間太短了 所以你看到加好 對不對? 就是還有菌 然後你繼續把這幾支tube 繼續放進去 培養久一點 10分鐘 你又找到 稀一點的那支 開始又殺到菌了 看到嗎? 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它放進去 如此類推 當它再放久一點時間 就越來越多 相對稀的那些chemical 都殺到菌 可以嗎? 但是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計算 Phenocle-efficient的界線 我們只是計 10分鐘而已 所以在這堆數據裏面 我只看 在10分鐘的時段以內 D 殺到菌的 有哪兩支 分別有1比50那支 最濃的那支 以及1比100 不過我是選什麼? 根據我剛才的definition所說 Greatest Dilution 我要選開得最稀的那支 Dilution factor最高的那支 那最稀的那支是什麼呢? 50和100 當然選擇100 紅色那個box 你看到零了 即是代表什麼? 沒有菌 是不是? 那就是那個chemical 成功令到細菌生不了 有效了 我們先標示一下 1比100 這個Dilution factor Phenol和一個story 雖然Dilution factor不同 但是你看到Phenol那幾支 又是一樣 濃一些那些 時間短一些已經殺到菌了 放久一些 又是一樣 越來越稀了 開稀了幾支都殺到菌 同樣地 我都是計10分鐘而已 所以10分鐘之後 你記錄到哪一支Dilution factor 哪一支sample 又夠稀 又殺到菌呢 1比60 我都知道 可以嗎? 好了 我找到這兩個最高的Dilution factor 而又在10分鐘內殺到菌的 將這兩個Dilution factor take ratio 可以嗎? 將我要測試那個物質 那個chemical 那個Dilution factor Over Phenol的Dilution factor 那就是說 好像我現在這個運算一樣 藍色那個box 要測試那個 Sample D Disinfectant Dilution factor 是多少? 100 Phenol呢 就是60 10分鐘 對不對? 所以我的數字 就是 將100 除以60 得出的結果 就是1.66 可以嗎? 1.66 1.66 就是Phenol coefficient Vision 這個就是D那個Phenol系數了 它跟Phenol比較 得出這個系數 好了 計完又怎樣呢? 這個數字的大小代表了什麼? 那你看一看 這個數字 如果大於1 就代表 我測試那個chemical 那個殺菌效能 是好過Phenol 對不對? More effective thanPhenol 為什麼? 很合理 你看數字已經知道 OK 為什麼? 同一個時間 受測試的chemical 它開希100倍 它都殺到菌 而Phenol呢 只不過是開希60倍 一隻chemical 它開得希過Phenol 濃度低一些 但是它殺菌效能跟Phenol一樣 是不是? 所以代表了什麼? 開希一點都可以跟Phenol的殺菌效能一樣 那就是證明了什麼? 那種受測試的chemical 更強一點 OK 那就用這個概念去比較那個數字 如果它大於1 比Phenol 比Phenol 反過來 如果小於1 小於1 就是說它 差於Phenol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Phenol的coefficient 那個大於1 和小於1 做一個很簡單的比較 OK 我一看到數字大於1 我就知道它比較厲害 一看到數字小於1 我就知道它比較差 就是這麼簡單 可以嗎? Defination就好像很難明白 但實際上我計算 就非常容易 就是這樣 計10分鐘 有沒有不明白? 這裏 懂不懂得到? 有沒有同學有問題? 同學可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計數很容易計 就這樣看那個表 我相信難不了同學 只不過就是可能同學 心裡面有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用跟Phenol比較呢? 為什麼不跟別的比較? Phenol是最standard的一種殺菌劑 就是最通用的殺菌劑 而它的殺菌效能是幾好的 最common的 所以全世界都是用Phenol 去做一個比較 為什麼這麼通用呢?Phenol 這麼常見呢? 作為一個殺菌劑 大家同學都出入過醫院的應該 是不是? 你一走進醫院 深呼吸 OK 你一聞到那股味 醫院那股味 或者一些診所那股味 去看醫生 那股味就是Phenol 行不行? 所以當我一講到這裡 大家同學都知道 為什麼會用Phenol去做個reference 將所有要測試的化物質 都要拿去跟Phenol做比較 太common了 Phenol實在 也都是太過有效的 一種殺菌的化物質 醫院又用了 實驗室都會用的 OK 容易買到 殺傷力相對地來說比較小 還有不貴 基於這種種種原因 就非常common Phenol有 周到都用的 醫院用來擦地、拖地、診所 清潔用 經常都會拿去用 所以 我們會找一種最common的reference 一個standard 去將測試的物質和它做比較 就得出這個計算方法 OK? Phenol coefficient 但是要留意 這一種的 Phenol coefficient 的方法 如果你在實驗室要量度 記住 你只不過是可以用來套用在一些 什麼類型的chemical 第三個bullet point highlight它 你只可以將它用在bacteriocidal bacteriocidal 殺菌劑 你就可以這樣用 OK? 大家應該明白了 塞度 你要殺了菌 Q-0 OK? 將細胞殺死 你不可以將它套用在 bacteriostatic chemical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計算方法是靠什麼呢? 靠觀察那支tube 究竟它有沒有混軸了 是不是? 它清澈的時候 養完細菌 你看到它沒有混軸 證明細胞是死了 細胞生不了 是不是? 那就是說是針對什麼呢? 那些chemical是要殺到菌的 如果你純粹找一些 壓抑到細菌生長的益菌劑 你壓抑到它不讓它生 但是你殺它不了的 清不清楚? 所以我們在觀察過結果的時候 如果你只是放一些益菌劑下去 你可能把它就算放很久都好 那支tube都仍然是什麼? 混軸的 仍然有細胞在裡面 因為細胞還沒有被殺死 行不行? 那你做個observation 比較它有沒有菌在裡面 就困難很多 做不到 那所以這個方法 只是套用在殺菌劑 而不能夠用在益菌劑上面 清不清楚? 有沒有問題? 就是Phenol Co-Efficient OK就能夠解決了嗎? 没问题就三个方法都说完了 Tube Dilution 量个MIC AGA Play Technique FinO Coefficient 计数 这三个方法都可以在试验室进行 可以用来测试不同杀菌效能的CHEMICAL 好了 继续 开始要看一看不同类型的 刚才之前上课一开始讲 有哪几招呢?一些化学的方法 最通用的一些CHEMICAL agent 可以用来做抗菌、杀菌或者益菌的用途 在这里介绍一些10个8个 它套用在哪些SAMPLE那里多 要注意的事项 或者个别一些好处和不好处 都略略地介绍一下 首先要知道 我们就介绍那些所谓的抗菌、杀菌劑 Anti-microbial 抗菌劑 通常呢 譬如你在街上买到这些CHEMICAL 你会注意什么情况呢? 它的Physical nature是什么? OK? 它究竟是噴霧桩、激化、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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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固体 还是固体呢? OK? 那你买了不同的Physical state 回来有时候 如果你买固体 你自己可能要开起它 对不对? 液体就容易做一些 有些甚至乎是在Gaseous environment 气化了的 OK? 可能是一些噴霧那些 那这些 就是用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Physical state 但是我们这次不是讲Physical state OK? 纯粹比较一下它CHEMICAL 它靠什么方法去杀菌 还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个别的好处或者不好处 所以你买回来用之前你要留意 究竟它是属于水溶剂 AQUIS OK? 水溶剂 有时候你要用水来开吸它 例如什么? 你买一支漂白水回来 你一定不会什么? 马上拿去消毒的嘛 拿去溶剂的嘛 你会开吸它 1比99 1比49 是不是? 你用水来开吸它 那这个就是AQUIS OK? 有一部分就是Tincture OK? Tincture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要特别用一些 Chemical去开吸它 例如用Alcohol OK? 或者Water alcohol的mixture 这些就麻烦一点了 就是你譬如普通在家里用 你特意又要买一支酒精 回来开吸消毒剂才用得 比较少 OK? 少情况是这样 多数就是在那些医院 或者在实验室 就多用这些的 Tincture这一方 OK? 所以我们普遍 就是用家居的用途 那多数都是 就是开吸它用水最方便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要注意这件事情 我提醒大家 所以你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不同的Chemical 你就要注意一些因素 除了刚才 就是你用得方不方便 开吸它用不容易之外 OK? 我们会考虑什么因素呢? 这一辣都是一些因素来的 给大家做个参考 它有多有效 它有多有效 它有多有效? Efficiency 刚才那个情况越稀的 撒到菌的越厉害 还有要快 OK? 要够快 要够快 还有要够稳定 Long Term Stability Long Term Stability Long Term Stability 大家同学觉得有多久? 开启了它的漂白水 你拿去去抹桌椅 抹地 消毒 你觉得可以维持好多久? 你多久要再抹第二次呢? 也可以问一下同学 有没有同学在家里 你长期开启了一支漂白水 现在疫情可能不会 有些家企会这样做的 在家里踩入屋的地毯 旁边开启了一支漂白水 就一比九十九 接着你家人见你回家 在家里就会跟你说 先杀一杀菌 会怎样做? 将一些 开启了的漂白水 噴到地毯那里 接着就怎样? 踩一下它 卫生一点 消毒一下鞋底 或者直接找一些漂白水 噴到鞋底里 你觉得有没有效? 那支开启了的漂白水 有没有跟我家里是这样做的? 如果有呢 你要留意 是的 其实那支开启了的漂白水 当你放超过一天 效能就会跌得很快 即是说你新鲜开的 立刻噴的 当然杀到菌 但当你再放一天或者两天 其实没什么效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stability 它的杀菌效能维持到多久? OK 就算你不用它就放在这里 清不清楚?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 即不是说方便或者便宜就可以 即是有没有用呢? 行不行? 那我都明白的 就是省钱 明白的 但是要有效才 你没有效就直接浪费钱 是不是? 所以你打算用它就打算杀到菌 谁不知你用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 已经没有效 这样 所以就 就是你注意 我们都要关心一下 它的有效程度可以熬到多久? OK 第三 boss spectrum 很阔的层面 什么叫很阔的层面呢? 看看它杀到的细菌类型 或者微生物的类型 够不够多 一只厉害的杀菌 它什么品种的微生物 它都杀光了 有些杀菌是差一点的 只是杀到某一两类而已 对另外那些品种的微生物 是无效的 那你又要注意这件事情 OK 通常你买的杀菌都是想 什么菌都杀光了 比较厉害的 但是有时候未必的 有时候要针对你想消毒的对象是什么 它最多的机会出现那些品种的微生物 又是什么品种呢? 才个别针对用不同的菌类型 OK 再其次当然是 最担心的了 就是噴完会不会我们自己吸收呢? 就是自己吸收一些毒呢? 杀自己 有时候会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关心那些菌类型 用之前我们要看一下 它本身的化学特性 会不会伤害到人体呢? 有些会 有些不会 有些不会 有些聋的时候就会 开稀了就不会的 那这个你就要个别 用之前就简选清楚 OK persistent 够不够持久呢? 跟stability一样 OK 就是它那个持久能力 譬如你烧完毒了 那个地方 它可以保持多久是没有细菌生呢? 那越来越好 固然 OK 没有什么伤害 没有腐蝕性 例如你把那些漂白水抹到桌桌桌桌桌桌 那里你不会拿破一些桌桌桌桌桌 这样 这些要注意 够便宜了 这个一定不用说了 OK 所以这些因素 在你决定选择用之前 就都要留意了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是教大家买哪一只最好 就是纯粹就是说 overfill一下究竟 哦 现在在不同的卫生产品 或者杀菌产品当中 最常见的找到些什么有效的 杀菌的化学物质呢? 略略介绍一下 但是呢 同学都要注意 其实世界上没有一只 没有一只化学物质是无敌的 没有的 不会有一只化学物质全都变成 没有可能 OK 有时候要混合两三只一起用 又要考虑你用的频密程度 OK 各样东西去考虑 行不行 那待会我会讲这些 是的 其中几只 那一只 那一路会讲 我先看第一只 OK Gluda Heldei Gluda Heldei Gluda Heldei 全 OK Ldei 贸易全 就这样看 中文解释 你看到呢 五个Carbon OK Pantane 两边都是Ldei OK Monecula Heldei 很小 OK Volentile 很容易气化 VoC 很刺鼻的 那一只尾 OK Pungent 刺激性 嗅到會咕鼻,會觸刺 有毒性、刺激性 幸好這東西不是會致癌的 不是致癌物質 這是第一隻 用在哪裏呢? Pantane 1-5 Dial 用在醫院的物料 用來消毒一些 可能是醫生做手術的一些刀刀刷刷刀 剪刀 ug 洗牙的器具 那些東西 手衊的 一般是 我們家用就比較少 那些醫療的一些器材 買回來買就這樣了 iti椅 一台若你要開器具 多數都會 有些就不需要開箱,視乎你買哪一隻 好處是怎樣呢? 這些LD鞋,為什麼用在醫療的那些器材那裡 一些工具那裡 毒性雖然有,但是就不高 相比起Formaldehyde OK?相比Formaldehyde 它在同類型的LD鞋來講 它的毒性算低的 而且它可以消毒一些塑膠的表面 它不會破壞了那些塑膠 也沒有腐蝕性 所以它適合用在醫療器材那裡 因為那些醫療的工具,那些剪刀 都可能有機會接觸到我們人體的表面 那些皮膚 所以就算用了它來消毒 都不會將它們帶進去影響到我們人體 OK? 好處 用這隻LD鞋消毒的時候會夠快 還有它是屬於Boss Spectrum 剛剛講過了 不同品種的微生物普遍都殺到的 行不行? 所以這隻也挺常用的 另外一隻跟LD鞋很相似的 又是經常被人用了去消毒一些 那些實驗室器材 醫療器材就是雙向水 OK? 雙向水 但是留意一下 它的力度就沒有那麼厲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主要套用那個Dosage 那個Dosage 是需要開吸它的 OK? 通常是開吸來用 那待會你就知道為什麼 先看看那個特性 沒有腐蝕性 都是好處來的 那它怎樣殺到菌呢? 它主要進入了微生物的細胞裡面 它就是可以破壞微生物裡面的蛋白質 和DNA 大家同時還記得 我們在上個範疇講過了 主要無論用物理方法也好 化學方法也好 你要殺菌四大target 還記得哪四個target 你要破壞微生物的細胞四個地方 最主要的四個地方 Sell wall Sell membrane 破壞它的enzyme 就是protein 和破壞它的DNA 主要殺菌那幾個原因 模式就是破壞了這幾個東西 而hydrogen peroxide 就可以做到破壞protein和DNA 因為你看到其實它挺不穩定的 H2O2 它會在細胞吸收了之後 就會產生了很多一些自由基 free radical 這些free radical unstable 它會入到細胞裡面 周圍破壞一些其他的bio molecule 包括protein和DNA OK 可以嗎 那它的殺傷力是有的 所以你看到是殺菌的 但是呢 它都很好 它是biodegradable 生物降解 生物降解 就是說你用完它去消毒一個你要消毒的地方之後 它沒有殘留的物質在這裡 OK 它可以被生物降解 甚至乎如果人體細胞吸收了 人體是會degrade它的 人體有些enzyme 這個enzyme catelase OK 可以將這些活躍的hydrogen peroxide degrade它 變回水和氧氣 OK 那就可以減低對人體細胞的傷害 行不行 那有它的好處 那剛剛講過了 為什麼它比較差呢 因為我們在外面買它回來 通常有兩種濃度的 那麼多數 如何為之弱 如何為之弱 如何為之强 弱一點的就是3% 弱一點的就是25% 那看你買弱的還是弱的 有時候呢 你會買一支強的回來 自己開弱它 OK 或者你直接買一支弱的 其實3%就已經 有部份的微生物已經足以被殺死了 如果你用3% 又不需要用到25% 那一般來說你買了25% 弱的那個version呢 通常你買到回家都是開弱的 OK 這樣做 那所以有些家居的用途 你不想開弱它的 你不需要買一支這麼弱的 行不行 這樣的情況 那 還有由於它呢 是雙用水 不穩定 它到最後呢 會 你不用它的時候 買了它回家 它自己都會degrade 變回做什麼呢 氧氣 還有水 對不對 變回做氧氣 那所以你變做氧氣呢 其實有個好處 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學過 有部份品種的微生物 它是不喜歡氧氣 例如是什麼 不喜歡氧氣的細菌 驗氧菌 OK 那如果你用這隻雙用水 去對付它 對 它有機會釋放氧氣出來 所以 它不喜歡氧氣 你給它一點氧氣 你就殺到那些燃氧菌 and aerobic bacteria OK 那它就專責用來對付那些 不喜歡氧氣的微生物 OK 那它效能沒有這麼強的意思 就是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用藥的dosage 你用3%呢 它就殺不到spore 因為太稀 除非你用強的 你就可以殺到spore 就是你用到20%多 你可以將 之前我講過 微生物抗菌性最強的模式 還記得嗎 冬眠的 包子狀的形態 如果細菌轉了做包子 你殺不到它 但是如果你用濃的 強的雙用水 你殺到的 行不行 所以 strong solution 對於H202 都挺強的 行不行 這樣的情況 所以 都有它用的價值在這裡 就是它特別喜歡對付什麼呢 驗氧菌 如果你用濃的dosage 它連spore都殺到 這樣 OK H202 H202 接下來我會看 剛才說的 ildi 酵酸 peroxide 看看有剩下的幾隻 OK 介紹一下那幾隻 是什麼 呢 Helogen Fenol 我們最熟悉的 Alcohol 甚至乎是鹹液 那些 我們都一起高呼 最常見是這幾類 好了 第三隻 Helogen 一講就知道了 Coreane 表表者 簡直是代表來的 OK 剛才用來做例子 解釋給大家聽 即是你家裡的票白水 行不行 OK 你們家裡的票白水 那個Active agent 用來殺菌的 就是現在你在右上角 這條reaction 所見到的 OK HCLO 藍色箭墊子 這隻 Hypochlorine OK 中文 我想聽過了 次六酸 OK 次六酸 當Coreane融在水裡 就做了這隻東西 OK 那你買它回去 就一支 Coreane Group 7 Helogen 怎樣殺菌的呢 denature protein 主要的功效 OK 主要殺菌功效 還有呢 你很多時候在家裡用票白水 有時候你的目的不是因為想殺菌 你想漂白一些衣服 洗衣服加一點點 所以呢 其實它的用途就 除了殺菌之外 它還可以是一個Bleach OK 漂白水 一個Bleach 就是它有兩個功能 漂白一些物料 OK 和殺菌 行不行 那它殺菌的模式就是它破壞protein 而且它挺厲害的 它殺到spore spore spore OK 它連包子都可以Q的 厲害一點 行不行 但是它有不好處的 它不是太穩定的 unstable 尤其是 如果你被光照射到它 Group 7 一般Group 7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到在這個實驗室裡面 如果你有些RD 甚至乎有些Coreane 放在那裡 不會用透明玻璃瓶裝 通常都是用啡色玻璃瓶裝 行不行 或者用一張石紙包著它 防走光 一被光照到它就散了 這顆 次陸瓶 行不行 這樣就沒有它殺菌的功效 OK 所以你回去看一下你家裡 門口地尖旁邊的 那瓶開稀了的漂白水 你究竟用什麼瓶裝 如果你想它持久一點有效 你用一個不透光的瓶 OK 這樣它就可以有效得久一點 行不行 這個原因就是這樣 OK 一般你們用漂白水通常都是 就算政府的宣傳片 recommend就是教你怎樣 怎樣做消毒 1比99 一份的漂白水加99份的水 開氣100倍 那這個是一般的用法 OK 普遍的用途 用來抹一下桌椅都可以的 但是有些就教了 可以開得濃一點的 就是譬如1比49 1比49 那都好視乎你要消毒那個地方 究竟它有多骯髒 OK 你想穩陣一點的1比49 都無防 OK 但是太濃不行了 大家知道group seven 就是的element有什麼不好處 如果太濃度太高 提一下 有刺激性的 OK 有刺激性的 還有它是 corrosive 還有 toxic的 所以太濃呢 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怎麼都要開氣它 夠用就可以了 OK 那一般就是1比100 1比1加99 一般的用法 但是有一個用法呢 是不開氣的漂白水來用的 OK 不開氣的漂白水 試過的 在醫院那裡用 不開氣漂白水 你猜一下用來處理什麼樣本 不開氣 就這樣用普通漂白水 不需要開氣 pure的漂白水 去做消毒 猜不猜到 這麼厲害 你猜一下有哪些東西 是需要用這麼強 pure的halogen去消毒 pure的漂白水 猜不猜到 有哪些東西需要 就是這麼誇張 用些 純的漂白水去做消毒 手術室 都還沒有洗 有某些樣本是用 pure的漂白水 接觸了它 冠狀病毒其實很差 其實不需要 冠狀病毒 其實很容易對付 covid-19 現在covid-19的情況 分享一下 covid-19 其實它現在最可怕的地方 是什麼呢 是它傳染得 傳染性高 傳染性高 而不是本身那種病毒難處理 如果你找到那種病毒 基本上你 你只不過將它加熱 你就可以破壞它 OK 其實很簡單 破壞它的方法很簡單 手術刀 一些接觸病人的一些 醫療工具 接觸哪類病人 接觸這一類病人 OK 譬如 有一些接觸 用來處理一些 愛知病 愛知病 就是HIV 愛知病病毒 那些樣本 譬如瓶、剪刀、 test tube 尤其是接觸愛知病病人 那些血那些 那些容器那些 如果你是想著重用的 你就要用 Pure的漂白水 OK 那試過有些醫療實驗室 是要這樣處理 手套 Double Glove 就是處理的那些人員 OK 那就可以搞得到 AIDS的VIRUS OK 那就是這些 題外話來的 就是不會考的 放心 純粹分享一下 其實都有人在用的 就是 不開氣 都幾誇張 那一般你不需要的 1比49 1比99 搞定 那下面那一隻 早前有一些公司賣廣告 OK 那這隻東西 聽過的了 不在這裡賣廣告了 其實就是I2來的 I2用在哪裏呢 它都是用在那些 medical dental 那些用途 跟別白水相似 那甚至乎 那你們在最近看 那些 做了兩年看的那個廣告 就是它做些噴霧 噴一些喉嚨 那些 就是防止喉嚨發炎 那就是 一些普通的用法 那都有效的 殺菌模式也是 殺到small的 OK 還有 這一招了 denature的protein OK 殺了些菌 這樣 OK 有些 大型的食品製作工廠 OK 那些食品廠 它製造食物呢 用一些很巨型的那些 都會用rden的 那 那 大型的食品製作 那些生產商 精理和消毒的生產線呢 都有機會會用rden 就是知道一件事 下一個 phenolic 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 那剛才我們學過的那個就是phenol coefficient 是吧 那phenol coefficient為什麼這麼通用呢 一在醫院和診所 一心呼吸就聞到一股味呢 這樣 有效啦 便宜啦 OK 那和通常它都是給我們 用在人 接觸人的那個層面那裡 personal hygiene product OK 個人衛生的 衛生的 衛生產品 例如是什麼呢 你見到這些 OK 牙膏 朗口水 瘦口水 那些 那其實都是加了Fino OK 但是呢 你看到它這麼多放在一些 衛生用品那裡 那當不讓它很厲害呢 其實它又不是太厲害的 OK 雖然你 通用 但是呢 原來 它不是 sporoidal 對不對 不是sporoidal 但是為什麼醫院診所都經常用呢 它殺到細菌 bacteriocidal 它殺到真菌類 就是那些 mole OK 它可以消除那些mole 譬如那裡發了mole 你可以用Fino去消除它 它也都殺到virus 可以的 但是它就 偏偏對付不了endospore OK 行不行 所以 大部分的菌它都殺到 除了spore之外 所以醫院都會用 還有它那個 殺菌的機制 也都很簡單 又是denatured protein 還有呢 它是破壞 破壞細胞最外圍的cell membrane OK 破壞cell membrane 它不需要入到那個nucleus 或者不需要進入細胞裡面 破壞些DNA 它在最外面已經開始殺菌 行不行 弄爛那些微生物細胞的membrane cell membrane 那細胞一定死 行不行 所以你想到其實它都屬於一種bought spectrum OK 就是不同品種的菌它都殺到 所以都幾常用 幾通用 那為什麼診所、醫院 就經常都聞到它的味道呢 還有你買它回來就比較便宜一些 容易買到 但是不好處就是 那股味太濃烈 就是大家進去醫院都聞到那股味 就幾刺激性的 這樣 那這個要注意 是否只有phenol一種呢 你見到這些其他的 都是屬於phenolic compound 那所以你挑選那些個人衛生用品 你留意 它不是真的只有phenol一種chemical在裡面 有時候是這些來的 那你憑個字眼你已經知道了 全部都是跟phenol有關 OK 那視乎它放在哪類型的item上面 哪類型的產品賣給你呢 那所以不只是看phenol 這些都是它的親戚 OK 都屬於phenolic compound 這一類的金牌 OK 這一類的金牌 可以嗎 下一種了 Coral Hesitant OK Coral Hesitant 這隻東西 OK 這隻東西 又是一支買回來 像什麼呢 像漂白水 OK 那個樣子 那大家同學呢 看第一個bullet point 第二個字 Hit bit tin highlight它 OK Hit bit tin OK 好了 這隻東西 有什麼這麼重要呢 還記不記得 同學你們 做實驗呢 在311A那個lab mike by lab 做實驗我就叫大家 喂 每組同學 拿個涼杯 倒一點點橙色的消毒藥水 還記不記得 浸著一些棉花棒 接觸樣本的那些 pipet tips 記不記得 OK 橙色的消毒藥水 就是這隻東西 那你現在知道它有什麼用 OK 你們用過了 其實 知道嗎 其實它都是跟phenol有關係的 都是phenolic compound的一種 不過它結構上面 它裡面就鬧鬧一點 還有它是involve兩個phenol brain OK 所以它的殺菌模式和phenol 基本上一樣 又是搞個protein 行不行 又是破壞個cell membrane 在細胞外面已經破壞了 所以很常用 還有又是殺不了endospore OK 但是它這種用法是好一點的 它是好過phenol一點 它可以用在皮膚表面 OK 用在皮膚表面 是可以的 這一隻 行不行 所以就多機會套用在人體 所以為什麼這麼常用呢 下一隻 Alcohol Alcohol Alcohol就有故事說了 大家同學都經常用的 現在這些 這樣 是不是 經常抹抹抹抹抹 油噴酒精 是不是 大家都成為了專家 就是用酒精 用到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專家呢 你看完內容你才知道 你用多少百分之 酒精去做消毒的手呢 是不是越濃越好呢 基本有個認識先 OK 如果你說有消毒效能的 有殺菌功能的 Alcohol的類別 我們通常都用兩種而已 這兩種都是最常在街上買到的產品 有的一個成份來的 一個是E5 E5 OK 兩個carbon C2H5 一個 Isopropal 三個carbon 這個 可以嗎 不同的 回去檢查 E5 和Isopropal OK 這樣就拿著 Hydroxyl group OH 那就Alcohol 兩款Alcohol 都是 可以嗎 E5 中文 月純 是吧 Isopropal 二丙純 一聽就知道 兩個carbon 三個carbon 那無論月純也好 二丙純也好 一般殺菌最佳的percentage 濃度是多少呢 有很多參考的數據 但是一定不是pure 行不行 不是濃的 開稀了的 一般的study 外面找到的 多數最有效的 Range 70至80% 就理想些的 70至80% 通用的了 這個percentage 通常都是 就是說 甚至乎你現在用的 酒精搓手液 開到酒精的濃度 都是70至80% 它不會叫你去查pure 那個濃度不要太高 OK 那你待會再看下去 知道為什麼 首先看一下 怎樣去做殺菌效能 它是servetin servetin Alcool本身是servetin 它是和微生物細胞的cell membrane 相容的 行不行 它就最特別了 你可能會問 喂 細胞的cell membrane 是什麼來的 大家學過 BioCamp 學過 phospholipid 脂肪 還記得嗎 雙輪之層 細胞的cell membrane 微生物的cell membrane 一樣 雙輪之層 脂肪 但是Alcool是水龍性的 是吧 怎樣混合起來 偏偏這東西 servetin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又可以和水混合起來 又可以拆散脂肪 OK 所以它也是在外面 基本上 Alcool一走到細胞那裡 就可以搞定細胞的membrane 那細胞的membrane 散了細胞 一定會死 行不行 清不清楚 就用這個方法去做 去打敗細胞 還有它可以令到那些protein coagulate 學一下這個字 凝結 凝結 大家學過 細胞的protein 3D結構 那些enzyme 那些 我們BioCamp學過 有它既定的結構 有的 加上一塊 加了Alcool 那些protein 會 改變了結構 那些floating 會完全錯了 會黏在一起 有頭的 黏在一起 coagulate 就是這個意思 OK 凝結了 行不行 所以那些protein 被你破壞了 那細胞又死了 是吧 但是 它又是一樣 它不是殺spore 又是對付不了spore OK 行不行 那所以 你用酒精噴完酒 再做golf pin 檢查一下手乾不乾淨 到最後我可以告訴你 一定還有colony 原因是什麼 那個酒精 不是100%殺菌 它是破壞不了endospore OK 那這個要留意 行不行 那這個就是它基本 殺菌的機制 OK 但是比較來說 EVA好些 還是Isopropyl好些 如果純粹 以化學理論 去推敲 Isopropyl呢 Isopropyl呢 是好少少 好少少 為什麼 有沒有同學知道 Isopropyl 以丙順 為什麼好過月順 就算在相同濃度的比較 為什麼殺菌效能好些 有沒有同學有idea 有沒有同學想嘗試回答為什麼 有沒有同學想嘗試回答為什麼 要認識一下 每天都噴 每天都搓手 每天都搓手 那當你看到這支搓手液 它是Isopropyl 或者另外一種是EVA 你覺得哪一隻好些呢 還是差不多 為什麼 為何是Isopropyl好些 試一下 Polar 神經病 當然不是 但我不是說你同學神經病 各同學不好意思 不是這個原因 兩個都是Alco 兩個都是Polar 但是留意 剛才提到 Isopropyl有三個Carbon EVA只有兩個 這是一個提示 三個Carbon 即是它大塊一點 大塊一點就是重一點 重一點有什麼好處 你隨著這個方向去想 Molecular Size Molecular Weight 大一點 Isopropyl 即是如果給我買 酒精搓手液 我會找那些Isopropyl去買 我不會買EVA Molecular Weight 密度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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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 濃度高一點 為大家70% 現在在說 舉個例子 大家都是開70% 70%的Isopropyl 其實是好過70%的EVA 可以留得久一點 這些就真是正了 說出的重點來了 謝謝鄭同學 為什麼留得久一點 留在哪裏 你噴在哪裏 你噴在哪裏 你噴在手 噴在皮膚 是吧 知道 給你一個頂瓜瓜 OK Isopropyl重一點 它難一點Evaporate 其實兩隻都是volentile的chemical Voc 兩隻都是可以 它的揮發性都很高 但是相比之下 Isopropyl難揮發一點 因為它重一點 起碼 Molecular size 大隻一點 是不是 它難揮發一點 就是它留在 要消毒的表面 你的皮膚表面 久一點 所以它殺菌效能是久一點的 行不行 清楚嗎 現在知道了 所以你 當你認識到原來 你兩隻都殺得很滾 不過 原來之間都會有少許分別 那你之後就懂得選擇了 你想買哪一隻 OK 還有為什麼 你現在輕用酒精搓手液 就不直接買酒精回來噴 當然有人就直接買酒精回去噴 酒精搓手液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你搓手液裡面有些什麼 有金油的 是不是 有沒有些同學 疫情這一兩年來 是在家裡自己混合的 自己混合酒精搓手液 很容易做的 是在家裡買到的 是做的 是的 買一些 買一些蒸餾水 買一些 我不是鼓勵你自己做 現在到處都買不需要的 只不過當你短缺的時候 你可以 找一些乾淨的水 就是一些蒸餾水 沒有菌那些 買一些金油 在藥房買到 是不是 接著就買一些藥房 買了一支 99%濃的 純的酒精 那你回去自己開 照對著開就可以了 混一些金油 那為什麼要混金油 那些金油 其實它不是幫你潤手 就是你塗完那些 有金油的搓手液 那隻手很滑 那它不是幫你護膚 不好意思同學 不要誤會這件事 它是想利用那些金油 鎖住那些酒精 讓那些酒精 可以留在皮膚表面 久一點 那你殺菌的效能就高一點 行不行 OK 剛才我們不是看 Thenol Co-Efficient 那個概念 我們比較不同的 Chemical 在說的時間是什麼 十分鐘 就是說其實時間 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於一隻物質 它殺菌殺得很厲害 最簡單的想法就是 你那隻化物質 你想消毒那個表面 你停留得越久 它殺的菌就越多了 最簡單的想法 對不對 最合理的 所以 當你想到這裡 你會發現 原來 Ethanol 當中 Evao和Ansocopal 有這個分別的 OK 再者 有和沒有 金油 又有一個分別 行不行 那你就自己判斷 就是你 你需要怎樣用 行不行 所以 你們現在一天用N次 但是 你要認識它 OK 那 Elco就是這樣 Contact Time 剛才所說的就是 Contact Time Highlight這個字 Contact Time OK 行不行 也都是它一個最重要的 concern Evao和Isocopal 其實都是會 Evaporate的 但是我們選擇 就是選什麼呢 就是長一點Contact Time 那個 就是Isocopal OK 有問題 但是同學知道 為什麼要開70% 為什麼不用99% 理論上越濃 就越殺得厲害 為什麼不行 有同學有idea 為什麼不用99% 為什麼不用95% 為什麼不用95% 為什麼都要開到70% 殺菌效能最好呢 為什麼不用95% 為什麼都要開到70% 殺菌效能最好呢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情況 舉個例子 有些細菌在這裡 你給一些Pura的Elco對付它 會發生什麼事 你可能就會想 是不是用剛才的機制 破壞它的蛋白質 破壞它的membrane 理論上是 不過呢 最不幸的一件事 太濃的酒精 當它遇到細胞的時候 第一件事會做什麼 它不是融那個細胞的cell membrane 而是它做了另一件事 它抽走了細胞裡面的水 大家知道細胞有七成都是水 是不是 七成都是水 如果那些太濃的酒精 接觸到細胞 第一件事會怎樣呢 它會抽乾了細胞裡面的水 細胞乾了會怎樣呢 你想想 細胞原本裡面是漲漲漲漲的 它的Cylticum 70%都是水 突然之間被那些酒精 扯走那些水 細胞就會縮了一塊 可以嗎 縮了一塊的cell membrane 就會搭起來 因為整個細胞的 volume 整個細胞小了 那些 membrane 突然之間好像縮了 黏著一塊 黏著一塊 是不是 那當你的那些 membrane 原先只有一層 你這樣拿著一塊 你就搭起來搭起來 就多了幾層 那你的 membrane 就更難被破壞 你的酒精更難進入到細胞裡面 處理不到那些 membrane 但是你酒精就進入不到細胞 破壞不到那些 membrane 破壞不到那些 protein 就是這樣 那所以 為什麼比較起來 噢 這麼巧 70-80%就最理想呢 原因就是在這裡 太稀固然之得 沒有效 因為concentration不夠高 太濃就有剛才所說的那個反效果 OK 那個細胞在你還沒殺了它之前 已經抽走那些水 就令到那些 ethanol 就更難走進去的細胞 裡面 那殺菌反過來 就會 效能又會低回 那所以 經過一些漫長的study之後 就發覺 咦 原來70-80% 是最理想的 行不行 那所以 沒有人找 99-95來噴手 反而殺不到菌 OK 那這個point要知道 好 另外一款 那又是經常用的了 疫情關係 除了擦手之外 那跟著就 洗手 不斷洗 大家同學都洗過手的 看過你第一個實驗 我們做aseptic test 還記得嗎 找回簡洗 左右手 七個地方 洗20秒 跟著印手指 那你看過result 都發覺 咦 原來擦肥皈 都不是這麼有效 是吧 那但是都要略略講一講 就是你肥皈 本身裡面的成分 這些來的 amonia compound 它的發覺 它的發覺 是 Servetin OK 就是它也是用了什麼 那個bacteria 你要殺那個微生物 那個微菌的cell membrane OK 那所以為什麼你要擦它 你擦它 就是想那些amonia compound 接觸到微菌的cell membrane 的機會高一點 OK 還有你用一個mechanical removal 因為你擦它 你的皮膚有摩擦的 那靠這個摩擦的力度 就擦走那些菌 OK 那所以用蕃鹼 或者用鹼液去洗手 其實是在做兩種模式的殺菌效能的 一種是chemical 靠鹼液裡面的amonia compound 作為一個servetin 去破壞cell membrane bacteria cell membrane 這個是第一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 physical 的方法 mechanical removal OK 靠我們手和手之間的摩擦 擦走那些菌 兩個方式 OK 但是這兩個方式 就算是同時用也好 即是你洗手的兩個方式 都在進行中 不過 這個方法也是很差的 殺不了spore OK 殺不了spore 那麼 簡易就是這一款 好 還有 什麼耳那隻? heavy metal heavy metal 就少接觸一點 你們 因為本身 通常用的heavy metal 做消毒 它真是很有效去殺一些什麼呢? 比較活躍的細胞 比較活躍的細胞 通常是殺一些 它那個細胞活躍 就不斷做細胞繁殖 生得很快速的細胞 就會用heavy metal對付 OK 還有呢 為什麼少用heavy metal呢? 因為本身 heavy metal 對我們人體 都有些害處 我們不能接觸它太多 劑量我們不能接觸太高 否則我們自己人體都中毒 重金屬 好 好 譬如一般來説 SILVER MERKURY 都是常用的 都是常用的 但是我們用的時候 由於剛才所說 我們不能接觸太多 用呢 濃度都不能太高 low concentration 很低濃度 劑量很低就夠了 足以是怎樣呢? 那個heavy metal 可以令到 protein inactivate它 OK 令到 protein 沒有了 function 沒有了 function 就是那些 answer 沒有用 沒有了 answer 那個細胞會死 用這個模式做 去殺菌 OK 那我們多數在 坊間買到那些 含有heavy metal的 一些殺菌的用品 那多數都是一些cream OK 多數是給一些什麼呢? 譬如你燒傷了那個皮膚表面 你就塗一些 類似湯火膏的那些 就防止那個 就是燒了大面積 那些皮膚的傷口 暴露在空氣就 被空氣的細菌 走進去就滋生 這樣就用來塗皮膚表面 通常那個product 就是這一類型的item 就常用一些 但是你記住 它都是用的份量 是極之小的 OK tiny amount tiny這個字架 非常微小的 份量很小 OK 那它主要就是 殺那些活躍的細胞 就是掉了下去 那個燒傷的皮膚表面 立刻做細胞分裂 那些活躍的細胞 它就殺了 所以你塗些細胞 就保護那個傷口 防止細菌感染 OK 但是 又是了 殺不了spore 都是殺不了spore OK 行不行 因為我們不可以 塗太多 因為這種heavy metal 本身不可以用濃度太高 剛剛才講完 它對我們人體本身都有毒的 所以用的時候 通常這些藥物 藥膏 是要醫生處幫的 就不是立戀查的 OK 這個要注意 還有用得過量 試過有些醫療數據得出來 你查得太多 或者查得太頻密 有部份用的人士 它有敏感 這樣就為燒傷的病人 帶來一些反效果 就不是很好 對不對 所以就說 用的時候 份量不多 還有要注意一些size effect heavy metal就麻煩一點 OK 但是你用得久 有部份品中的微生物 會對那個heavy metal產生抗藥性 就是說你查得久 那隻藥膏查一下 發覺 咦 越查就越沒有效 那為什麼呢 那些菌不怕那些heavy metal 已經 有部份品中是有這樣的能力的 習慣了那個heavy metal 那它就不會死 你就殺它不了 你可能要轉用第二隻 這樣才行 那所以用作heavy metal去殺菌 要注意的地方就多些了 OK 好了 還有一隻 剛才看的那些全部普遍的physical nature 都是那些液體噴霧 liquid form那些 現在說這隻就是gas form 或者叫噴霧形式 Aerosol 疫情這一年也是聽過的了 很多專家走出來講 你們看 汽溶膠 有沒有聽過 打邊爐群組呢 汽溶膠 冒化了的一些浮游在空氣的那些 很小粒的水氣 OK 汽溶膠 原來這一種的形式出現 都可以套用在一些消毒產品 OK 例如是什麼呢 這幾隻都是 OK ETO Epheline Oxide Chorine Dioxide 和Ozone OK 臭氧 用得做氣化的模式呢 或者噴霧的模式呢 多數都是什麼呢 Colorless OK 那你會問 咦 為什麼有其他一些 液體的消毒劑不用 或者藥膏 那你都要用氣化的噴霧裝呢 為什麼要用氣化的形式去做消毒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消毒那些 要消毒的地方或者產品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是不太容易消毒得到的 OK 舉個例 你要消毒這張桌子 那張桌子的表面是很平滑的 OK 基本上你就用一些酒精噴一下桌子 擦一下它 或者用漂白水擦一下桌子 搞定的了 因為消毒表面實在太容易接觸得到 很容易assess到 OK 有些需要消毒的物料呢 它可能凹凹凸凸凹凸 有一些洞洞洞洞的 OK 你要消毒液體的消毒劑 有時候未必會去到那些地方 那些洞洞洞洞的地方 進不了去的 OK 那些位置就消毒不了 那怎樣做呢 最好就把你要消毒那些 就是比较有多些洞洞洞洞死位那些要消毒的东西 放进部机里面 好像焗炉那样 放进去 关上门 就噴一些噴霧进去蒸它 OK 噴这些ETO进去 OK 用一个气化了的模式 用噴霧的形式 就是将这些化合物以一个沿河位空气的模式 走进去那些平时接触不到的地方 那些气体的洞洞洞洞洞都去到的 是不是 很小的洞 那些缝隙 凸凸凸凸的表面 那些洞洞洞洞洞洞 全部都去到 用这个方法 使得要消毒的表面 就很彻底地 每个地方需要消毒的表面 每个地方都接触到那些化合物质 那你的消毒就够complete了 这个就是要用气化的原因 OK 所以这些通常用在哪里呢 医院的setting就会用 OK 医院的setting 对不对 例如 例如有些医疗的器材 它是整部仪器 OK 它放在深切治疗部后 举个例子 OK 如果你不把那部仪器消毒放进深切治疗部 可能都会有机会是 有些交叉污染 带有些菌进深切治疗部 那那个病人已经很虚弱的了 那你还感染它 那它死掉的嘛 所以 有某些仪器是需要做一些比较彻底的消毒 才可以用的 你知道啦 那些器材有些不同的部件啊 那 那 粒粒粒粒 那你没办法就这样 哦 用一些漂白水噴一下它 骂一下它 不彻底的 这样消毒 就唯有把它用我所讲的 刚才的方法 拿去消毒 OK 这个模式是什么呢 好像像我上一个chapter 介绍给大家看 我们不是学过autoclave的吗 还记得吗 加压的水晶器 它将那些实验室的器材就消毒了 将那些culture media消毒 OK 我们实验室都有一部 好像洗衣机那样 不过这种模式就叫做什么呢 这次不是autoclave Chemiclave OK 行不行 Chemiclave 用化学的方法 用一些气化的化学物质 供进去要消毒 那个物料里面 使它每一个小小的洞洞洞洞 全部都接触到化学物质 那消毒就非常之彻底 这样做 OK 所以通常都是用在医院当中 那些setting 最常见 所以你看到一张照片 要用来做消毒的过程 因为气氛 气化了的物质 当然要戴上猪嘴 戴上Mask 那才可以用 OK 就是要用的时候就要做一些个人防护的程序 另外一种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介绍 可以用哪几种化学物质 有些就是Chorine Dioxide 那它要杀的那个模式就是 主要都是对付一些 Vegetative Bacteria OK 还有它好就好在什么呢 它对付到Endospor OK 对付到Virus 对付到Endospor 这种挺厉害的 OK 主要杀菌的模式都是破坏一些蛋白质 OK 最低的那种就弱一点 最低的那种Ozone Ozone就是通常会怎么做呢 将它泵下去一些 我们平时在街上买到的那些蒸馏水 矿泉水 行不行 你们在街上买的那些蒸馏水 不是就这样煮滚了入瓶就卖给你的 卖给你之前呢 它会在一天之前最少 它会隔夜呢 就将那些水泵一些O3下去 OK 泵一些O3下去 那就利用O3 将水里面 大家知道蒸馏水本身都已经几干净了 将它紧如有症的那些菌都杀了 这样 搞定了这个治疗之后 才再入瓶 再卖给 饮用的那些人士 这样的 可能和我没有概念 我们平时喝的蒸馏水 都是H2O 纯粹的 O3加进去会怎样呢 O3有一股 挺难闻的味道 OK 像什么呢 像漂白水的那股味 OK O3的味道 当它溶了在水中 很像漂白水那股味 它没有漂白水那么像鼻 不过都很接近的了 那股味道 OK 但是很奇怪的 当你泵了那些O3 进去那些水之后呢 那股像漂白水的味 一天之后会消失的 因为那些O3它会自然变成什么呢 它会 decompose的 它自己会 break down OK 它 degrade了变成什么呢 Oxygen 那所以就不会影响味道 那所以你在街上买到那些一支支的蒸馏水呢 正正上上没有味的 其实就做过Oxygen treatment OK 那就用在一些食水那里 污水处理都有的 waste water OK 行不行 那这几只chemical就通常 以个气体形式去帮忙 就做煞滚 那给你看一下 怎样将一些气化了的化合物质 消毒一些医疗用品呢 或者医疗工具呢 包好它塞进去 好像Kotoclip那样 封一些 刚才见过 ETO呀 Chorine Dioxide 密封了的Bomb进去 蒸它 OK 这样做 行不行 就像我们在上一个chapter学 在实验室做Octoclip那样 差不多 其实这个做法 那所以叫做Chemical OK 不过它里面是以Chemical的形式出现 这样 行不行 那由头到尾 那你看到介绍了一系 十只八只 最常用的了 有没有问题呢 这里 化学手段 Chemical means 去控制作微生物生长 那最后提醒大家 我们刚才看过这么多只化学物质 OK 你看到有些强一些有些弱一些 用的模式又不同 用到不同的对象那里 那大家决定选择用哪一只消毒化学物质的时候 你怎么选择呢 除了刚才提过和大家说 平定贵啦 有没有效啦 稳定性够不够啦 杀菌效能够不够 对人有没有害啦 这些因素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 我们要杀那个菌 它有多抗菌性有多强啦 OK 杀不杀到endospore呢 如果你专杀endospore的 你要用特定一些强的方法 OK 如果你不需要杀endospore的 普通那些而已 你用的方法就没那么厉害了 行不行 杀一些activity dividing cell OK 一般的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对付那些微生物 它本身的抗菌性 本身的抗弱性 OK 它对抗你加进去的那些化合物质 的能力有多高 endospore就最高了 叫Resistant OK 所以你要考虑它们在内 那就是说你要消毒表面 或者要消毒那样东西 你要 之前 它可能出现最多会污染了 是一些什么类型的微生物呢 它的抗弱性强不强呢 你就判断一下你要用一些 呃 那chapter 5 有问题 Chemical means 没有 剩下10分钟 虽然剩下10分钟 因为刚才迟了 我又没有给你 呃 讲多一点 OK 开始讲少少chapter 6 OK 那我们看一看chapter 6 那个case OK Share 给大家 第六个chapter 我们会先看什么呢 呃 看了 chapter 6 应该是不是 Virus 先看了Virus 我忘记了chapter 6 还是chapter 7 是的 chapter 6 我们先看了Virus OK 病毒 因为刚刚刚说到那些 呃 呃 微生物是否杀到病毒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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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cal means 那顺便 那些 转过去 可以直接看了 那个 Virus 那个case 好了 第六个chapter 呃 在第一个chapter 已经介绍过了 Virus 在size上面 就小小过 呃 一般的细胞 它不是生命体 它很奇怪的 它有生命体的特性 但是它本身不是生命体 界定不到它是一个 它不是cell 界定不到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物质 但是它可以反映到有某些 它做了一些似生物的行为 譬如它可以复制自己 OK 破坏其他细胞 这些都是属于 就是 好像那些细菌那样破坏其他细胞 这些行为都是病毒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我又找不到一些基本细胞的物质 在Virus里面 所以它有多特别呢 到今时今日都 它被界定为 它都不是属于生命体 正宗的生命体 它并不是 不过它以微生物的角度去看呢 它的尺寸实在太小了 它比其他品种的微生物更小 所以都将它纳入去这一类 还有大家知道 自从这一两年的疫情 都是关于它 所以你没有办法不学的 OK 它的杀伤力 甚至乎比一般的微生物更加强 那这一课都会做小解释的 OK 你听完这课你就会发觉 有些希望大家同学有些得益 你看到这一章的PowerPoint有七十几张 不用怕 我不会讲完七十几张的 OK 我只会抽在你们课程以内的 你们要识那些才讲的 其他那些是给你参考的 行不行 那你有兴趣的话 同学可以自己再自身研究 看多些 不明可以来问我 只不过我在这里介绍 你们最基本要认识那些概念 这样的情况 OK 好了 那么 闲话小说 先看了 我们如何去detect到 virus先 大家同学都看过了 用个显微镜 是不是 那基本上我们在试验室用光显微镜 大家用过最多是一千倍而已 那你其实看到个细胞的 大家同学都试过了 size巨型一些的 你放大一千倍的你就看到它了 细菌 举个例子 病毒又怎样呢 病毒你都可以看到它 现在你这个screen 看到 你看到这些片 全部都是病毒 一粒粒 它看上去都挺像细胞 但是你放大了它多少倍呢 首先你要知道 你放大了它的倍数呢 是最少一百万倍 一百万倍 现在你看到这几个影像 全部都经过放大了一百万倍以上 才看得到 OK 那所以它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COVID-19伤害这么大呢 你很难找到它 它比普通的细胞更加小 OK 你要破坏它 你要找到它就更加困难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它太小 OK 它不是生命体 可以吗 但是它又会最后影响到你的人体 如果它进入你的人体细胞 最大事是这件事 OK 好了 略略看过的样子 你看到都是 类似一粒粒的 不同形状 其实都可以分到类 不过这里不详细提 不是教你怎样分 病毒的类型 OK 首先就想说回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小的程度是小于普通细胞 小几百至过千倍不等 所以你想想 你放到一千倍才看到一个细胞 你要再放大多 一千倍 就是一百万倍 你才看到一个病毒 那么小的 那么小 而且它很简单 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 只有两件事 第一 蛋白 highlight protein cocoa 外套 蛋白在外面 一个壳 好像鸡蛋壳 最外围 里面只有一件事 那么大多 Nucleic Exit 核酸 大家知道什么 要么是DNA 要么是RNA OK 那么病毒的结构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了 只有两件事 那么它是不是比细胞更简单 好多呢 很明显是 细胞又有membrane 又有cell wall 是吧 有cytoplasm 里面又有水 又有些不同的细胞器 又有nucleus 那么复杂 病毒就只有DNA 或者RNA 外面有个殼 蛋白来的 包住它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你可能会问 咦 以前的科学家 找细胞都很难 大家如果同学还记得 找细菌 放用第一个显微镜都300倍 是不是 大家同学记得的话 那么它更加size 比普通细胞 那么你怎么找到它呢 那么 有没有同学 有idea呢 想到这里 怎样被发现 病毒 OK 以前流行的病 给两个例子 你看一下 就是你听过的了 OK 以前是绝症来的 现在是可以医的 不过它都是来自病毒的感染 OK 病毒的感染 病毒的感染 怎么被发现的呢 病毒它这么小 可能我也有听过这个字 过滤性病毒 听过了 过滤性病毒 咦 用过滤的方法 可不可以找到病毒呢 OK 现在就在图里面 介绍一次给你们看 何谓过滤性病毒 OK 看图就可以了 不要看字 OK 那些科学家 试过做这个小实验 它是一棵植物 OK 有一棵植物 那之后呢 这棵植物是有病的 受到感染的 它在里面 就拔了其中一块叶出来 那这块叶里面 也有病菌 你不知道是什么 它可能是细菌 可能是病毒 跟着呢 它就将这块树叶 硬碎它 磨成汁液 将它做Filtration 过滤 将它放下去 过滤它 滴出来的那些是Filtrate 大家同学知道 什么事 Filtration Filtrate 好了 跟着就将这些 过滤了的Filtrate 将它滴下去 OK 将它滴下去是什么呢 滴下去 一块叶上面 而这块叶呢 是健康的 健康的叶 健康的叶 滴完之后呢 再观察那块叶 那块叶 死了 看不看 将Filtrate 滴下去 滴死了那块健康的叶 同时它做多一件事 将上面 剩下的那些叶的渣 抽一点点液体 滴下去 放在健康的叶上 那块叶又没有事 行不行 那这个Story 看到什么呢 你看到就是 它将一块有问题的叶 分了做那些渣 和它Filtrate 出来之后的Filtrate 它将那些Filtrate 放到叶上 弄死那块叶 它将那些渣 放到叶上 那块叶没有事 证明了什么 引致到化业死亡的物质 是经过这个过滴的方法 由渣载那里 到Filtrate 里面 行不行 那你一看到这里就发觉 咦 原来有些物质 是我们用过滴 都没办法隔出来的 你以为隔在渣载那里 原来它连个Filtrate 都过了 落到去Filtrate 那这个实验就证明了 它真的落到去Filtrate 而且可以弄死那块叶 清不清楚 那有些什么 物质有这样的能力呢 我们之前上个chapter学 用Filtration 都可以隔走那些细菌 是吧 水的细菌 空气的细菌都可以隔走 但是现在你看到呢 用Filtration的方法是隔不到细菌的 隔不到病毒 所以That's why 原因就是 什么叫做过滤性病毒呢 你就算用Filtration 过滤都隔不到它出来 也就是 再更加引证做一件事 它比正常用Filtration 隔到那些细胞的尺寸更小 所以它就可以直过Filtration 还记不记得我们用来隔细菌 那些Filtration 那些孔的尺寸是多少 还记不记得 零点几个Micrometer 对不对 那它可以隔到细菌的 Bacteria 可以隔到 但是隔不到Virus 因为Virus的尺寸 刚才刚刚看过 它比Bacteria 的细菌 再细多一千倍 那它就直下了 那你抽一些有病毒的Filtration 滴下去 那它肯定死了 对不对 那就是病毒 就是这样被发现 OK 小到什么呢 有些人就用这个Term来形容它 OK Microscric 还是Ultra 何谓Ultra呢 超的意思是超级 OK 它超越了一般用Microscric 都观察到的尺寸 行不行 刚才说过 零点几个Micrometer 可以隔到细菌 细胞 它的尺寸更加小 OK 那所以 这个实验就是引证了 病毒 为什么这么难处理 行不行 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是隔走它 太小 OK 看一幅图就知道 你比较一下 看到吗 一只E.coli 大肠肝菌 的尺寸 红色 这一块是什么来的呢 一个普通人体的 红血球细胞 的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你可以幻想到这个红血球细胞有几句 人体血液的红血球细胞 E.coli 就是这么小 病毒 这一块 这个东西 好像一只蜘蛛 这只棒 这几样东西 都是病毒 不同样子 只不过是 那你拍到细胞里面 一看 很明显 为什么能过滤得到呢 行不行 这个也是 红色这个 细胞 人体细胞 紫色这个 Bacteria E.coli 已经小一部分了 病毒 再小一点 这些就是病毒了 不同款的病毒 ok 那你一比较就知道 行不行 那去到这里 起码你印证了一件事 病毒是 结构非常简单 ok 和超级小 这个就是第一个message 你要知道的 ok 好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就暂时在这里停 先 那 我们就留待在 下个lecture 继续 那我会再 update大家 刚才跟大家说过 下个星期的tutorial ok 23号 和30号 这两个星期二的tutorial 是会cancel的 行不行 这两个星期二的tutorial 那我到时再update大家 一个确实上回 tutorial的日期 那我会继续 那个lecture lecture 6 ok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今天在这里停一停 先 那 不要off 那我和大家 先 take the attendance 我会继续 故随 订阅 安全 肯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